新资是观察国家人才竞争力 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指标 这里是韩国首尔街头 也是全亚洲国家 毕是起薪最高的地方 根据国际调查 首尔新鲜人的起薪 扣到年终红利三级奖金之后 有六七万元 而台湾呢 两万八不到三万块钱 韩国薪水是我们的二点三倍 不过光鲜亮丽的高薪数 这数字背后真相是什么 过去其实我们这块土地的 是台湾的制造业 明明我们每一个人产值 有时候跟韩国是不上上下 有时候甚至还比他们还高 但是我们的薪水 却只有他们的不到六成 历经了蓝绿政府 低薪这个死结 何时才能够打开 觉得以前人 他们其实只要 就是努力打拼的话 他们其实都是可以赚到很多钱 可能就会有一个梦想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啊 两个28岁的台湾女孩 同样历经最阴霾的 22K低薪风暴 7万可能就是在台湾 是一个很高的薪水 可是在这里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薪水 所以就是没有 也不会觉得自己赚比较多的感觉 因为我是活在韩国 我是活在台湾 有点是公司用钱了 埋作我的梦想 他就会说你们看 你们现在都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像我们以前都嘛 就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子 还有吃喝玩乐这么多的事情 一个去了韩国竹梦 另一个留在台湾打拼 月薪却只有一半多 等到我就是真的就是长大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就是自己努力 把自己养活 然后就是多多陪伴就是爸爸妈妈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去养他们 你的薪资多久没涨了 这十几年来 我们到底在忙什么 停止了一刻 倒退的薪水 翻腾的物价 这是60年来如一日的古早比 十块做一个麻烦的米粉 这是吴家妇女 从小吃到大的红烧蛮 以前这个东西一碗才35块 20年轻的时候 大概到50几块60块 现在一碗都80块了 真的假的 这样也长太多了吧 这样长了一倍多对不对 对啊 什么东西都长啊 对啊 因为心里很不长 真的 你还说我不存钱 爸爸20多年前 30出头 行销企划赚3万8 女儿如今快30岁 一样是企划 薪水不到4万元 墙上加目标改了又改 原物料涨了 物价一再翻高 薪资却始终停在原地 不要一天到 我一直念我要做一些 对啊 那你每次都变成月光族了 每个月薪水都要放光 我们都只要小确信 像我们以前都回家吃啊 带便当啊 现在哪有人在家里 现在大家都要上班啊 这一带沉重的心酸包袱 日复一日 涌涌碌碌 明明台湾精进成长率逐年提升 20年前台湾人均GDP是13129美元 报纸真人起薪 密输2万8甚至3万2起跳 20年后GDP成长将近一倍 密输起薪 却连2万8都受不住 但台湾人还是任劳任怨 台湾劳动生产力指数 从1994年的41.2 一路冲到2004年的103.46 劳动产值20年来 翻了2.5一倍 甚至同年还赢过韩国的 99.3 明明产值没输 不过看看我们韩年周红利的 明目薪资4万7 却只有韩国9万的一半左右 这是何等悲凉 不是说我们这一辈的人不努力 或是说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 不敢吃苦 而是我们连吃苦的 机会都没有吧 我真的觉得超不孝的 就是这真的是我心里的感觉 阿公以前50岁就退休了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以后就是一定要让我爸 在50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休 老爸快60岁还在雇面店 家里至今租房 无力购屋 做女儿的很不忍 你有跟他讲说你要养他吗 我根本就讲不出口 真的就是长大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就是自己努力 把自己养活 然后就是多多陪伴 就是爸爸妈妈 可是其实我们很努力去赚钱了 但是钱还是不够 原本以为念的研究所能度金 没想到遭逢22K地心大浪 毕业才2万6 一话说他是好运 四年连跳槽三家 才拼到快4万 这一带的年轻人 正站在十字入口 茫然交错 犹如台湾目前的深深困境 到底是谁操作台湾的心血 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够在 第一心土地徘徊吗 我们前进韩国首尔 来看韩国的第一学府 首尔大学 根据世界排行百大大学排行榜之中 首尔大学比台湾大学 整整领先了40名 而首尔大 高丽大 严世大 三大并称SKY 韩国的高阶公务员 有一半都是该毕业 同样27 8岁 金会员进入LG集团 电子设计部两年 年薪韩币4500万 月薪等于台币9万多 interview之前很紧张 所以吃不了饭这样的 然后我的父母也跟我一起进账 会多国语言 已经是必备 历经了整整八关考试 才胜出高薪背后 是极度高压 只值得第一名的 快速竞争社会 每年至少40万韩国人 急破头应考五大企业 三星集团只召考5000人 经营10万人报名 录取率只有5.5% 比上哈佛大学5.8%还要难 不西班林立 旧车学生从小补到大 因为大企业新人起薪 台币8万5 中型企业6万6 小型企业台币5万3 落差极大 没有上好公司 根本很难应付高物价生活 西西丁豪每天寄出履历 和备战进度 每年9月是应试高峰期 针对极大企业出版的 超级应考题库 是时下最夯的必考秘籍 这是一场决定下半身命运的关键战役 韩国三十大财阀 年贡献八成经济成长率 却只提供5%的就业率 有人就说 在首尔 只有1%的人是在天堂 因为其他99%的人 不是无力仰望着天 就是正低头为生活 拼活着 上班族又好大了 舒压放松的同时 江南办公大楼 仍是一片灯火通明 深夜10点 LG新鲜人终于下班了 那这样子早上又很早起 晚上又很晚回家 不是很累吗 对 疲惫 但也无法担心 但每天不够悲 所以每天都不够悲 每天都不够悲 条断夜站难免 但要站上金字塔顶端 除了加倍努力 也得承受相对高压 其实我认识了 有个人是在台湾 没有台湾 但是 压力太大了 所以 她觉得对父母很不错 父母也会继续教育 也会努力 但也会努力 但也会努力 不过联合工作 所以 我做的工作 是非常专业的工作 羨慕韓國嗎 來自台灣的鄭宇欣 也曾歷經22K低薪風暴 如今在韓國科技行銷產業 月薪台幣7萬5 每天步調 趕趕趕 妳在這邊領到一個月 台幣7萬5 那妳快樂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很快樂 就不是妳賺越多 就覺得很快樂 就是 壓力大吧 對 壓力很大 假餐 假餐 離向背景的寂寞 只有狗狗能懂 就算每個月賺7萬5 雨薪依舊很省 台幣500塊一件的牛仔褲 這厚實才買 全身上下不到1000元 因為光是生活開銷 就相當沉重 妳會想要回台灣 再領所謂的20幾K 30幾K嗎 可能不會想 為什麼 妳又在那邊不快樂 那層比較高 說好想家的思念 壓在行李箱一腳 就算在韓國不快樂 寧可忍著 也暫時不用回台 低薪讓台灣人才外流 呈現嚴重逆差 根據台經院調查分析 台灣受僱者 從GDP分到的報酬 從過去5成3 降到2014年的4成3 此方盈餘從過去的3成 增加到2014年的 34.62% 賺得多 卻給得相對較少 在國內裡有跟我說好安貌 好安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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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實時做好準備 只是靠念一個大學 就當作你終身的跳板 我覺得這樣你也會失望 台灣如何才能走出深深進步 曾經我們身在最好的時代 但也面臨打不開 辛酸梗結的罪款一代 我現在韓國首爾漢南大橋的下方 而隔著這條漢江江南 就是首爾最貴的地價的地方 相當於我們的信義區 而在我後方這一棟棟林立的 沒錯就是韓劇常出現的高價大廈 不過上回不遠處 竟是低矮的老舊房子 貧富差距越來越失衡 韓國年輕人也跟台灣一樣 只要一買房子就會終身成為烏奴 不過台北的房價更貴 房價所得比高達十五點七三倍 也就是說你得不吃不喝不用 整整十六年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 韓國年輕人加上高物價 等要二十七年之後才可能貢屋 不過二十七年之後 年輕人都已經快五十歲了 你真好 就是一家四口 你想開始出去 如果你太多有沒有 我學台港 台灣 韓國 都是一家四口 蘋果沒有什麼 都駐不起首都市中心 博韓國文家駐金雞道 34平 租金1萬8 台灣許家駐外中和 15平 1萬7 是真的算還滿剛好的這樣子 未來買不買房這件事情 其實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台灣的房價 實在是太貴了 真的好想贏韓國 但贏的不是薪水 卻是令人窒息的告房價 這是印象中的韓國首爾 每年國民所得大贏台灣15萬 江南區房子每棟3000萬台幣起跳 不過隔著一條馬路 這也是江南 你除了凡龍首爾地圖之外 是這一大片30公里的平民區 我覺得它是貧富差距最大的例證 而且這邊都是低小的矮房 一個一個的 估計大概有2000多人都住在這邊 不只老年人 還有買不起房的年輕人 削尖貼腿褲 年輕女孩走在平民窟裡 現在十分突兀 高屋價 高房價 高租金 逼得自尊心很強的韓國人 不得不然 殘破屋頂 繞著紊亂的訊號天線 不遠處這是鄰居江南富豪住的奢華大廈 如同天與地 平復一線間 這邊一個個都是低小的棚架搭乘的房子 但是因為韓國冬天很冷 所以他們都會用棉被外面的毛毯鋪在外面 希望可以稍稍遇寒 但是其實整個房子都是年久失修 而且都已經崩落 但還是有人住 很難想像的台北市最精華的 新義區大安區仁岸路 會出現一大片的平民俱落 我們來回探訪三次 終於說服牧師受訪 小小五坪房子住了三個人 即便住的結局 但他仍謹慎打理每套西裝 至少在外是光鮮等體的 今次習近平均遺痕 大和東部市藏人 我們可以看看 對腮學部會 對腮學部會 看到了 在想要想想 我們會想想想想想想 管理會 遺痕 上世地的勢子 江南九龍村幾十年 或許就在這小小教堂 在上帝面前 他們才是平等的 韓國高薪背後 隱藏的不平等平負差距 讓負者越負 負者越負 要爬山坡 搬來韓國三十年的 中國東北僑胞大省 但我們低身尊敬 他口中的家 這裡喔 你好 這裡你們住的 沒事 這裡你兒子啊 兒子不 導遊嘛 裡頭掛滿衣服 小小空間得席地而睡 這家人住了地下半洞穴 二十年了 當初房子也是買的 沒有門的門牌 懸掛的 是經濟快速崛起的韓國 一直想抹去的部分 很熱天耶 我讓你開心吧 但一個江南 兩個世界 黑暗中 唯有九龍村裡紅色十字架 不離不棄 守護了這一塊被政府遺棄的角落 韓國是高度極端M型化社會 皮膚差距 遠比台灣大 近年出現八八世代杯哥 找不到正職工作 每個月賺台幣兩萬六的非正式員工 越來越多 無殼蝸牛只好利蜜出入 這個是考試院 原本考試院是要給學生 念書念淚就可以睡 所以隔成這樣一間一間的小小K書房 裡頭不大 其實只有1.5坪 房間小到只走兩三步就見底了 密密麻麻門後 藏了每個家庭無可奈何的 辛孫故事 金明善自己有房 被高貸款押的 只好租人資格搬到這兒 我家比較小 但是我家裡睡著 我家裡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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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敢看完國家社會問題 房東在鏡頭後馬上提醒 不要說會讓國家丟臉的事 韓國人自尊心強 國家意識重 沒有人想法最窘迫的無奈 攤在外媒盡頭下 房間好乾淨喔 1.5坪 月租就要台幣將近1萬 但免保證金 已經是韓國最便宜的租方式 我家裡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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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要塞進去了 我家裡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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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很K還是熱天以對 越來越多上班族 選擇這小小難以轉生的地方 考試院房東提供免費的 省錢四寶 無限量供應的 泡菜泡麵小菜雞蛋 能省則省 到底韓國房價高到有多驚人 2016年首爾最新平均房價突破5億元 約台幣1500多萬 每瓶56萬 台北房價平均交易2155萬 一瓶58萬 韓國最高的江南區 平均每瓶95萬 而我們的大安區新城屋 開價132萬 一般行情85萬 明明台灣人薪水 只有韓國的六成 後面有高房價 卻諷刺的 應有韓國 這樣怎麼可以下去喔 可以啊 其實算蠻剛好的啦 這樣不是很K 對啊 蠻K的喔 188公分擠在小小沙發床 徐先生越路10萬 一家四口還是得窩在15坪的小空間 不願被房貸壓垮人生 先不買房 適合娛樂生活費 占了快一半 這一代當不起房奴 只好被迫活在當下 現在怎麼付出都別人家對不對 對啊 沒辦法 因為這是用租的啊 除非以後真的有自己的房子的時候 我就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台灣這個環境或者是工作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格外的辛苦 因為公司可能比較長 事情又比較多 所以在承受這麼多壓力的情況下 有時候會希望可以 對自己好一點 就好像小學生的概念 就是可能我們假日的時候 回去吃頓好的 或者是可能去哪裡走走 或者是出國旅遊 對 要住得起首都真的好難 在台北你得不屑不喝16年 才可能有自己的窩 不過首爾房價所得比7.85 雖然統計聽扣掉高物價計算 請問韓國買房得存27年 調住首爾圈 則要整整43年 會抑制房價在韓國買房 得一口氣拿出八成現金 打擊投資客一戶多屋 政府最高第三戶可以課六成重稅 韓國人多半以租代買 同樣一家四口 文喬玉是韓國公務員 剛搬離首爾 薪水台幣7萬7 讓全家有點緊 不過韓國特有的全稅制度 讓他租到不韓公社 存34坪寬敞三大房 每個月付台幣1萬8 在台北根本不可能 全稅租房得先拿出房價七成保證金 以文家來說得向銀行借三億韓幣 約台幣930萬給房東自行運用 每個月再還銀行1萬8 雖然租期之間免繳房租 但非得是另類的沉重租金 特朗普總統 非常難 所以 孩子的教育部分 都不忍耐 都不忍耐 也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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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不忍耐 也不忍耐 《名言》 《名言》 是誰堆疊了 如夢似幻的高房價 台灣房務稅 課稅價遠低於市價 地價稅 房務稅 加起來只要房價的 千分之四 在台灣 仰台百萬車子 繳一萬七的稅 竟然比買兩千萬房子 繳的稅還要多 如果你擁有一千萬的房子 在台灣要繳稅四千塊 不過如果在日本 每年就得付十七萬的稅 在韓國得繳十萬塊到七十萬 他國的重稅制度 抑制的買房慾望 但薪水沒漲 房子越賣越多 越大越多 空屋率越來越高 等到超過負荷的 海市蜃樓破滅了 巔峰房價卻早已回不去了 薪水只有韓國一半的台灣人 正在負擔比韓國還高 又不可思議的高房價 老闆玩個排骨便當 我要青江菜 滷蛋 太陽白菜 這樣多少 八十五 謝謝 八十五塊可以買三個配菜的 排骨便當 但是如果在韓國呢 你可能連一條總會飯捲 都買不起 台灣的物價相對低廉 如果你感受不到 是因為我們的薪水都一直沒有漲 但是也因為長期動心 小吃店不敢漲價 怕民眾聚買 員工薪資當然也不可能增加 有時候就認為呢 政府長期的用手段和政策 來抑制物價 動漲油價電價 加上廉價的醫療和電保資源 營造出台灣民眾 在這邊生活游刃有餘的假象 但離開了台灣 我們還剩什麼 不好意思 謝謝 很多就叫一個飯沒有喝茶 一碗飯這樣 你看他穿著西裝比頂的 也是上班族啊 上班族 他們也是吃一個醬飯 給多吃一個便當 八十塊一半 慶光市場老字號攤子 看清台灣這幾年的消費力起落 一碗麵幾十塊錢 滷肉飯三十 曾經何時 我們連燒購大碗的便宜物價 都撐得很緊 都不敢講 因為你帶他薪水都很低 我們漲價讓他消費不起 因為台灣人只可以適合在台灣生活 只有在台灣才活得下去 新台幣溢出了國門 逃不出了酒魄 來看看全亞洲畢業生起薪最高的韓國 招牌起司蠟醜年糕 國安琳每天多炒個雞盤 韓國連鎖部隊過電源 月薪170萬韓幣相當於台幣5萬元 同樣是服務業 台灣知名咖啡廳員工Terry 起薪2萬7 我們一個美食咖啡 三餐左右就是控制在200塊 這麼少 那對啊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以說是勉強打的 那如果有娛樂的 額外的娛樂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Terry三餐生活費8000 交通費1500 牙套手機3500 娛樂3000 努力存下1萬出頭 一天伙食得控制在200 每天都是省錢大作戰 我要找一個滷肉飯給幾天 滷肉飯給你一口 謝謝 吃完35塊滷肉飯填飽肚子 還有滿滿損失CP值很高 因為韓國光是簡單的綜合飯捲 韓幣3000就要台幣91元 台韓最便宜的小吃單價 差了兩三倍 不過台灣人最低時薪133塊 工作十幾分鐘就能買到滷肉飯 韓國打工每個小時196元 得工作快半小時才能賺到飯捲錢 豆腐一一分多少錢 多少錢 一一分錢 韓國辣炒年糕台幣85 台灣蚵仔麵刷40塊 台灣排骨便當滿滿三配菜85元 韓國排骨湯飯8000塊韓幣起跳 至少台幣250 王愛玲說韓國物價高吃喝戰生活費三成 就算很輕才能過活 但她寧可選擇高薪高物價 我認為我可以選擇高薪金 而且價值得高的地方 首先如果薪金低的話 如果自己能夠償還 也不可能償還 如果自己能夠償還 也不可能償還 但是如果薪金低的話 如果要償還要償還 所以要償還要償還 就算償還要償還 也不可能償還 低薪低物價 那你只能選擇更低薪 更低物價的國家 去之類的 或印尼或漁兵這樣子 那你只能往低下 但是我們要往高比 確實比起韓國 台灣可支配所得相對有餘 但難道我們永遠只能困在台灣嗎 為什麼台灣相對較低的物價 我們卻完全感受不到呢 事實上我們的明目薪資 15年前是4萬億包含年終紅利 不過這15年來 看似成長了7千塊 到達了4萬8 不翻腾的物價扣掉之後 吃掉了所謂的薪資成長 這15年來實質的薪資成長 其實只有177塊 連三個排骨便當都買不起 停止的低薪 讓台灣人只能寄望小確幸 當我們還在為滷肉飯 整個5塊10塊糾結的同時 韓國每年由三星現代 大企業研究院 和國家統一院一起開會 確定明年物價調整指數 由大企業帶頭 念念挑心 物價變高了 薪資也波動了 而非抑制物價到低點 薪資全面凍結 當初這個對價格的管制 其實現在已經反而變成是 對我們薪資增長的 一個最大的緊箍咒 這個緊箍咒如果不解開的話 其實我們的薪資也會漲不動 雇用人的這種薪資水準 你要雇用好的國外的人才 也都雇用不到 所以這變成是台灣一個障礙 也就是說當初為了讓老百姓 為了讓企業家在台灣經營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因此全面性的控制價格 一直到現在發現完蛋了 當到了這個全球化的這個時代 當你要整合國際的資源就發現 這個時候麻煩 對 我們現在就被這個 我們所有的這個價格管制控制住 美國勞工部統計 台灣是世界唯一薪資負成長 通口正成長的國家 種種迫切危機正把我們逼到絕境 你一定要有能力去照顧 這些邊緣的產業嘛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能力去照顧邊緣產業的話 這些邊緣產業就跟你講說 你再調我就活不了了 對不對 那所以你就一直調不了 我們這接連來不就卡在這個地方嗎 國發會主委點出現實景況的無奈 長銀帶過台灣韓國兩國企業 如今是韓國上市公司遊戲CEO 他認為一味的銷價競爭 只會讓台灣低薪越顯越深 台灣這幾年一直發生 食物危機的這些例子 或多或少是不是我們思考 是因為什麼都要便宜 所以原物料沒辦法那麼便宜 人作惡的搜水油從上游送進中盆商 最後再盡了你我的嘴裡 不像廠商偷工減料 什麼都要便宜 其實企業也有活不下去 因為你的利潤整個都降到最低最低的情況 這我覺得是惡心循環 企業活不下去的時候 員工又要縮減 或是薪水沒辦法上漲 不如就是物價銷售的金額高一點點 讓反映到員工的薪水 他們薪水高了 相對的那個物品價格高一點的時候 他消費也有這個能力 這需要政府和人民重新全盤思考 當你要把這個價格鬆綁 物價就會上漲 那物價會上漲 我們要問政府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你有辦法讓薪資漲得比較快嗎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那政治的壓力會非常大 那如果你迫於政治壓力 不敢去解這個死結的話 其實我們臺灣就困在這塊土地 人才匱乏將在2021年達到世界第一 不過現在更危急的是 不是只有人才而已 連勞動人口都要遠離臺灣了 長期低精 讓臺灣人才紛紛出走 人才匱乏將在2021年達到世界第一 不過現在更危急的是 不是只有人才而已 連勞動人口都要遠離臺灣了 根據2015年 中國大陸的藍領階級 獸薪薪水就已經超越了臺灣 北京和上海 勞工薪資是兩萬五 而臺灣基本工資 還停留了兩萬出頭 究竟我們該何去何從呢 來看幾位35歲的年輕人 他們面臨人生下半場 追尋什麼 又失落什麼 到這邊就不太對了 這裡先說戲 觀眾就是可以看這邊 然後他跳上去 他跟著跳 當臺灣沒有保障這些做原創的動畫公司的時候 你的起薪薪資勢必會壓低 你就會變成說你就是在希望有更多的新鮮的乾 很熱血的這個喜歡動漫的年輕人進到這個產業 但是這種燃燒青春的方式是不長久的 低薪爆肝 真的成就感能撐多久 這家原創動漫公司是大選期間幫蔡英文製作3D小英的團隊 一看同業紛紛出走 掙扎一線間 中國的案子其實可能是 台灣的這種專案的兩三倍的價錢跟利潤 慢慢的其實有些公司其實會在中國設立業務單位 現在其實已經是需要CPR的時間了 可是它再萎縮就是不見了 那不見了去哪裡 其實往中國一定是一個主要的方向 因為它展開雙臂歡迎 為了一份堅持肯特負債累累 但他選擇留在台灣 希望燦聖府能開啟台灣動漫產業一絲新的希望 不過更多企業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在台灣很多公司都面臨人才外流的衝擊 根據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所做的人力資源力調查報告 他們預測台灣將在2021年 成為全世界人才缺口最嚴重的國家 為負1.5 而韓國也缺人才負0.9 美國則是負0.8 而中國大陸正高度培養人才剛好打平 不過台灣方面 每10個出手的人之中 就有6個是專業的頂尖人才 或許台灣引以自豪培養的優秀人才庫 會不會就此成為過眼淫焉 好 謝謝你 謝謝 Oliver 我想問一下那個Stay W Hong Kong 那種影片你們有收到嗎 有 有收到了 這趟回台只短短停留兩三天 Stuor不忘跟台灣的同事確認再三 他35歲是香港知名精品酒店市場行銷總監 28歲毅然決然離開台灣的舒適圈 出走冒險 打平多年拿下了亞太區年度專業市場行銷獎 和各行各業頂尖行銷人才並列爆刊 我們離開了台灣 我們到了國外也是一個 我也是一個產品 大家看著我會覺得 有一個台灣的同事拿了一個 亞洲區的一個年度 Marketing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那對我來說是 這個可能就是竹夢的一個內容之一 我很希望大家看到我覺得說 你們台灣人真的做事都很努力 然後你們不會偷步 為了竹夢大步向前 儘管到香港第一年 也曾經拿過不符合物價水準的低薪 也住過宅小農房 但熬過去現在薪水好幾倍跳 要不要回來台灣工作 我第一個想到就不會 那是因為我真的覺得是人的問題 就是說香港人的社會價值是比較快 那他們競爭力也比較高 我喜歡讓事情發生 instead of坐在沙發上面看著新聞 然後就一直覺得 哇 每天就是很悲哀 很痛苦的一個新聞 然後你就覺得 哇 這個人又沒有工作 那個人家裡又怎麼了 那這些東西也是人做出來的嗎 那我們自己去讓開心的事情發生 不讓自己沈浸的負能量 勇於一搏的拼勁 是出走人才的多數特質 那它尺寸 它尺寸兩張是一樣的嗎 是一樣的 它都是加大型的 同樣35 6歲 同樣29歲離開台灣 陳先生從事慶口家具貿易 靠精準眼光 如今月入15萬 再回台灣 斬店雜根 我當初就留在台灣的話 我想我大概現在 還是一直在做台灣的這個市場的生意 幫這些品牌做亞洲區的品牌管理的話 當然我看到的市場就不只是台灣 不只是大陸 我還有機會其實到日本 韓國 新加坡 東南亞 各個地方這樣子 那這對於我來說 其實會比較有成就感 曾幾何時台灣一流人才受限舞台發展 在低薪惡性循環下 漸漸指出不盡 這是蔡政府眼前最迫切危機 台灣畢業生幾千2萬6 遠遠落在四小籠之中最低 新加坡6萬7 南韓7萬4 是台灣的兩三倍 多年來物價飆升 薪資卻整整動漲了15年 以2000年全台灣經常侵薪資來說 每個月3萬7805塊 一直到2015年還是3萬7 甚至少了幾百塊錢 2016年才緩步上升到3萬8 不過首都新城屋 每坪房價卻是連連破新高 2000年台北的新房子 每坪25.7萬 之後房價一路攀升 再也回不來了 2015年平均每坪飆破近百萬 不再回頭的還有機會 那個熱氣鍋就沒有那個 35歲網路編輯玉爐 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一度猶豫沒出過圓夢 如今快奔四 薪水還停落了4萬多 他極度焦慮 會不會一輩子 拿到這樣子的心事 長江後廊退錢 然後更多的新人被出 像公司進來人 就公司進來很多的 就是同事都已經欺負 甚至有人都是80開頭的 那面對這樣子的衝擊 自己會感到很害怕 就覺得我是說 要找一些方式 然後去加強 因應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帶來的 35歲已經面臨人生下半場 想突破卻還未盡嗎 層層壓力讓成敗的分水� 平富越分越開 新任國發會副主委職言 政府將爭取外商來台設研發中心 刺激帶動企業加薪 台灣的人才 我們剛才都提到 他的CP值非常高 就是說他有很大的潛能 但是所得到的薪水是相對低的 所以反映出來CP值很高 這當然聽起來有點寒酸 人才有那樣科技水準 但是沒有領到他應有的水準 所以他們應用他 同樣道理 當這些外資外商用了這些人才以後 他的薪水慢慢墊高以後 在地本土的企業以後 事實上他的薪水也必須看清 否則的話他用不到真的好的人才 但光靠本土企業自發加薪 能斷開低薪加索嗎 不斷流失了人才存款 年年重蹈的惡性循環 新政府得治本解決 別讓出走的人 找不到回家的路 機會在哪 機會就是競爭 當你讓企業競爭 那他們都需要搶人才 薪水就會上漲 工作機會就會多 甚至我們那邊多 要怎麼走出低薪困境 現在連買杯飲料 都可以使用台灣本土的行動支付 老闆我要一杯百香綠茶 好的 好了我們只要拿出手機 掃旁邊的這個QR Code 等到出現以後 再輸入數字 謝謝飲料好了 謝謝 在台北有兩千多家的商店 因此結盟互惠 營收整整增加了快一成 因為這是一個 和時間賽跑的時代 唯有結合電子商務 才能夠突破困境 如果台灣不能給你這個 加薪或前景的工作 你應該到國外去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台灣很多 有本事的年輕人 或者比較自由的年輕人 外國的大學是拼命想要吸收你 到國外去工作 台灣現在不只沒有能力 去吸引外國的這些年輕 有能力賺高薪的 這種人到台灣來工作 我們自己的人喔 你看看我們的年輕人 也都跑到海外去工作 機會在哪 機會就是競爭 當你讓企業競爭 那他們都需要搶人才 薪水就會上漲 工作機會就會多 身先管道就會多 當你一天到晚 在保護既有產業 業界不競爭 像拖死水就會沒有機會 台灣外面的人才進不來 裡面的人才流出去 留在這邊都又不成才 那你台灣的經濟怎麼會有發展 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 印象中的韓服是這樣 當今年傳統遇上創新 轉身走出宮廷韓劇 韓服也能夠粉嫩 改良全世 這正是通訊軟體IG上最火紅的生活韓服 年輕女孩在街頭一張張新造型 不再走傳統繁複款 設計師善用電子行銷 幾乎天天上傳照片 將開金上衣 微膨裙改良 甚至一件事 簡單搭配 把原本逢年過節 裁量上的韓服 變身成天天可穿出門的生活一部分 現在我是要穿的這一套 就是改良後的生活韓服 結合龍型元素 其實是平常上班也可以穿 而業者保留了傳統韓服的開金設計 而走出創新之後 營收從原本整整增加了五成之多 營收增加五成 唯有創新結合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才能夠突破既有可救 中國遊戲大廠 找到體悟這一點 從欣賞遊戲到手遊 投入虛擬設計 三滴靜米團一世再世 金日羅是研發所謂宅男電玩世界中 是要見了女性CEO 率性跨坐和同事打成一片 韓國穩定企業每年是物價幅度 固定調薪3%到10% 以跟台灣遊戲橘子合作的金代表說 人才是公司的資產 就算人事成本增加 但相對營收也會增加 這是對員工的承諾 但韓國同樣面臨和台灣一樣 人才出走危機 我最喜歡的朋友們 我都會想到一場 成長的資產 我會想到有些資產 所以我會想到 這場的資產 是否有價值得 這麼低的資產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你家人的財價 我會想到 你家人的財價 這場所會想到 你家人的財價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郭台銘也支持 首爾年輕人逐夢 這是韓國20家銀行 共同出資的創業加速器 為留住人才提供免費辦公室 和接洽企業交流贊助 韓國在高壓競爭中 爭取每年的挑釁機會 和拼出頭的希望 而回望台灣呢 我們是要比別的國家 例如是RSEP DPP 有加入的國家 增加百分之十的關稅 那我們就是居於劣勢 也就是我們變成不賺錢 那整個不賺錢的行業 怎麼會可能會擴張它的產能 會增加人工的薪資 各方無奈 勞房也痛 工康協進會理事長林波峰 是台坡董事長 儘管今年收掉一橋生產線 不過台坡仍是少數 近乎年年調新的傳統產業 從工來講 它就是企業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公司能夠有進展 必須要依賴員工 所以跟員工加薪 我們事物是必然的 iPhone Apple手機電路板中 玻璃纖維布就出自於台坡 但工廠高端技術 即便開出月薪六萬 至今仍有8%的缺 沒有補滿 傳產如此 高科技更是高薪 也找不到人 你去訪問任何一家網路公司 他都跟你講 叫他缺人才 所以很好笑就是說 很好笑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抱怨說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低薪 可是Internet卻缺乏人才 那這裡面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沒跟上 感嘆學用落差 支出創投累進輔導 近300家新創公司 周周半研討會分享 是台灣指標型的網路創投公司 在這 員工可以選擇 佔了辦公 思緒更清楚 起薪五萬 平均薪水八萬元 一點都不低薪 我會覺得政府一定要行過來 看到現在在成長的 網路這個行業 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創造很多高薪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的教育體系 應該要調整 能夠去 能夠去教育出 這個行業需要的人才 就有點像當年30年前 半導體在發展 所以政府教育了很多 電機器的人才 去符合半導體的發展 那現在Internet在發展 政府卻沒醒過來 這個機身蛋誕生機 就是因為你不投資薪資不漲 薪資不漲沒有辦法留住人才 林才外流 所以他就有惡性循環 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 低薪讓台灣年年 竟是優秀人才 惡性循環周而復始 但當優渥薪水交換你時 你夠專業 真的準備好了嗎 過去我們生長在最好的時代 卻得面對如今最壞的年代 與其作為感嘆 不如把握機會 培養競爭力 才能扭轉地心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 謝謝 謝謝